今天是甚麼特別的日子 今天我很高興 因為是張媽媽廚房四周年 很高興我可以在YouTube分享我多年的主食心得 又可以和我的朋友交流 閃閃閃閃 今年四周年 快賣向25萬訂閱人數 謝謝粉絲 這四年來是我的支持鼓勵 做到更好的應驗給大家 今天得到你們的支持 過往十二個月內 YouTube邀請我去參加交流活動 學了很多東西 人心非常滿足 海外的粉絲朋友 都很喜歡看我的YouTube頻道 歡迎你們看到片尾的時候 留言告訴我你們是哪個國家 以及你們有甚麼特別的菜式 你們想學的 很快就到中秋節了 是一個家人團聚的節日 歡迎你們參考一下 我冰皮魚餅的食譜 我還有其他中式節日的食譜 歡迎大家 按下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你們知道第一集張媽媽的食譜是甚麼嗎 如果你們知道的話 請在留言告訴我們 我知道有些廚房不夠大帽焗爐 但是不要緊的 你們都可以做蛋糕或者焗雞的 其實我想電飯煲系列的菜式 都很適合海外寄宿學校的學生的 按個分享按鈕 然後寄給他們試試 上班一族的朋友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煮飯 所以我都有些簡單方便快捷 而且在超級市場都很容易找到食材的食譜 希望你們都喜歡 在這四年來 我亦嘗試搞搞新意識 和我女兒Dr.John 開了一個新的節目 Hello 大家好 媽媽去哪兒 一會告訴你們 我們今次去東京 就是和我女兒Dr.John一起去 叫做媽女廚房 有幾輯 我們都跳出廚房 喝喝吃吃和大家分享一下 輕輕鬆鬆去旅行 走到哪兒吃到哪兒的心得 希望你們都喜歡 生出來是為了你 做神分的 成功了 原來用奶粉都可以 我現在試試 哇 滑滑滑 非常好吃 一定要試啊 記得啊 非常好 今天我真的太興奮了 因為用奶粉都可以做到這個薑汁狀奶 一碟香噴噴的乾炒牛河 大家炒好了 有到試食時間了 嘗一下 嘗嘗 老黃瓜豬豬骨湯煮好了 嘗一下 嘗一下 老黃瓜豬骨湯煮好了 我又知道在海外的粉絲 有時很想念香港地道的食物味道 好像粥粉麵和家常小菜 歡迎你們去我的YouTube頻道 重溫一下 再次多謝大家 四年來對我的支持和鼓勵 我會繼續和大家煮更多美食 請繼續支持張媽媽的頻道 追蹤我Instagram和Facebook 多謝大家收看 下星期四見 拜拜